接下来是中国新闻真相报道 中国环保部公布1月30号 中国灰霾面积扩大到143万平方公里 相关单位发布霾黄色预警 空气品质持续严重污染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形容 空气污染比SARS更可怕 因为SARS可以隔离病人 但是污染却任何人也跑不掉 中国内地许多地区持续受到雾霾影响 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 这两天 北京除了雾霾还出现雨雪 整个北京能见度还一度低于500公尺 据统计 整整1月份 北京的雾霾天气数量多达25天 至于5天没有雾霾 石家庄呼吸科的医生表示 因为这种雾霾天气 细菌病毒沉积在人口密集度高的地方 对呼吸道患者很不利 像这种包括老年性的慢煮肺的病人 还有一些儿童小孩 这些病人患者都比较多 相对住院的人都比较多 而且病情都比较重 家住北京的艺人李冰冰也在自己的微博 以唐僧和悟空的笑话讲述北京污染严重 再待着恐怕会上西天 中国科学院大企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岳思指出 按北京城区750平方公里来计算 北京上空悬浮着4000吨的污染物 北京的空气已经不是看不见 摸不着 闻不见的物质了 新唐人记者雄斌中原采访报道